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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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這個活動的舉辦以後 會帶領了尤其是中北部的客人來這邊看 來這邊體驗 體驗我們的一箭雙雕 體驗我們台南的小吃 體驗我們的風俗民情 我想全體 全國的朋友們 是值得來到台南來欣賞我們這一次 藝術的饗宴 那我也希望這一次的岩雕 在七谷岩山 為一個夢也是一個願 更是一個志 岩山一定要讓它再活化 在記者會中主辦單位也 晚上來夜市長上 為全台灣最大的岩雕來採 3 2 1 請揭開全台灣最大岩雕奉獵 來迎神話 請掌聲鼓勵 這一個岩雕呢 是目前全台灣最大型最高的 它高大概有5米 寬度有10米 10米乘以10米的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用了大概300多噸的岩 才做成這樣的一個岩雕 這一個是以南銀神話 結合我們台南安平古堡 它的還有我們南昆森那邊 本身就有平安岩祭 那我們用岩去做雕刻 所以也把五虎王爺 整個寺廟的那個平安岩祭的那個場景 結合在我們岩雕裡面 而且我們旁邊還有做一個廊道 也就是說讓民眾來的時候 可以跟岩整個腳踩在平安岩上面 跟我們整個的一個南昆森的五虎王爺 來拍照 剛才說在七國岩山 民眾在岩鴨國務館 含著文家南 賓海管理處 也都可以分享到岩雕的作品 如果是要看光雕的表演 我們出的時間 平常日是晚上7點 改日時下是晚上7點 7點半 8點 各一場 只要 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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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丸